灵韵是把冰蓝色的空喉,琴身冰冰凉凉的,琴弦也是冰冰凉凉的,是蓝莹的乐器。 当初清衡军送他这把琴,就是想让这琴帮他倾心尽兴。 蓝家小辈还从未听过蓝莹弹琴。 蓝莹一行人方至门口便听到砰的一声,明示中飞出了一名弟子。 怎么样了?蓝莹问道,命两名弟子将他扶了起来。 不该的,不该招的,不该招的,那人喃喃道,表情十分痛苦,身上带着血迹,看上去十分狼狈。 你们在招什么东西的魂?还有谁在里面? 韩光君呢?魏无羡抓着那人的胳膊,不由着急,语速也加快了不少。 韩光君,让我逃。这人话未说完便蹊跷流血,场面十分骇人。 魏无羡等不及再问,直接快步走到明示门口,一脚踹门,大喝一声,开。 门应声而开,魏无羡进去后,玄机立刻自动关上。 姑姑你的琴。 蓝景仪小心翼翼地抱着灵运,跑过来的时候气还未喘云。 蓝莹接过琴,没回头道,照顾好她。 来到明示门口,一挥袖,门开,带她进去,门又自动合上。 明示内阴森黑暗,阵法中央的那只鬼手散发着浓稠的怨气。 这样浓郁道仿佛有了实质的怨气,实属罕见。 几位长辈七零八落地倒在地上,蓝望姬也受了伤,却仍在苦苦支撑。 唇边的血看上去触目惊心。 魏无羡从腰间抽出竹笛,蓝莹放好琴。 三人站在阵法的三个角的位置合奏了一曲招魂,但是并无作用。 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一点,这只手的主人魂魄与尸体一同被分割,从而导致无法招魂。 招魂仪式结束之后,鬼手又倒向了西北方。 暂时镇压,仍不是办法。 魏无羡沉声道,追本溯源。 蓝湛缓缓吐出这四个字。 不错,追本溯源,找到这只鬼手的主人,弄清他的身份,自然有法子救人。 安排小辈们把人都安顿好之后,蓝莹说,忘记,你先休息会儿,你,跟我出来。 明室外,还候着几个人,见蓝莹出来,便都围了上去。 蓝莹摆摆手,示意他们都散了,然后带着魏无羡走到了一个比较清静的地方。 刚才我跟你说的,你考虑一下。 我也不逼你,只是我这个做姐姐的还是不希望忘记一直孤苦伶仃的。 忘记,她一直独来独往,也太冷清了。 你不用逼自己喜欢她,你只要试着接受她,依赖她就行。 如果真的不合适,做朋友也可以,起码这样忘记,还能有一个朋友。 为了蓝莹未来的幸福,蓝莹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,威逼,利诱,甚至还迈可怜。 蓝莹拍了拍魏无羡的肩膀,与众心肠道,还是那句话,忘记日后的幸福,可全靠你了,你一定要搞定它。 在蓝莹满是期盼的目光中,魏无羡勉强点了点头,很不好意思地说,那,那我尽力吧。 还有,我跟你说,忘记这人平时不爱多说什么,你如果想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,让他喝点酒就行了。 忘记酒量差,喝醉后会做他最想做的事,说他想说的话。 韩光君会喝酒吗? 云深不知处,不是敬酒的吗? 蓝莹笑出了声,忘记在镜室里藏了天子笑,你知不知道? 这我知道,我还喝了一坛呢,没想到他居然会偷偷藏酒。 蓝莹收住了笑,说,都是给你藏的,那些酒,他没喝。 魏无羡一愣。 在云深不知处,他不会喝酒,但离了姑苏,你让他喝的话,他会喝。 行了,快去找忘记去吧,他还在等你,我带那群小朋友去狼牙玩玩。 话已至此,剩下的就看这两个人自己的了。 蓝莹也没继续理会魏无羡,过去找私追他们。 狼牙近来有邪碎,你们谁要和我一起去? 我,我,我。 孩子们纷纷举起手。 这群孩子只是听闻蓝莹有很厉害,但却从未真正见识过蓝莹有何实力,所以全想跟着他长长见识。 那就收拾一下,现在就走。 临行前,蓝莹又和蓝旺基单独说了几句话。 旺基,魏无羡这人啊,在感情方面上特别愚钝,有些话你不说,他就不会知道。 别做傻事,别让自己后悔。 想说什么,尽量说,想做什么,尽管做。 别怕,有什么事我帮你解决。 别让他再继续误会你了。 既然喜欢,那就别放手。 魏无羡他心里,其实也是有你的。 蓝旺基向蓝莹到了谢后,和魏无羡一起离开了。 看着一同远去的蓝旺基和魏无羡,蓝莹输了口气,心里却还是闷闷的。 他应该高兴的,不是吗? 看到旺基追求自己的幸福,他应该感到高兴。 对,就是这样。 黄昏时刻。 蓝莹带着几个小朋友在狼牙已经晃了几个时辰,却一无所获。 有些东西真是奇怪,你找他的时候他不出现,可你不想找他的时候,他却偏偏突然出现。 斯追,你去找家客栈,待会儿来这家饭馆会合。 蓝莹指了指他们面前的一家叫月克莱的饭店。 是,姑姑。 斯追行完礼后离开了。 待斯追离开后,蓝莹带着其余的人向相反的方向走去,伴着众小被吃惊的目光。 蓝莹气定神闲地踏进酒馆,然后若无其事地问酒馆主人,有没有什么不太烈的酒,适合没沾过酒的小朋友喝的那种。 店主人看着蓝莹愣了神。 蓝莹在他面前晃了晃手,店主人立刻反应过来自己的失礼,连忙说,有的,有的。 咱店的青梅酒,不是我吹,那味道,可是顶呱呱的。 很多像您似的神仙般的公子小姐就顶喜欢这酒。 蓝莹挑了挑眉,说,我能先尝尝吗? 说完从乾坤袋中拿出随身携带的酒杯。 可以的,可以的。 店主麻利地往蓝莹的杯子里倒满了成澈的液体。 在众小被瞪圆的眼睛及张大的嘴巴中, 蓝莹姿态优雅地喝光了杯中的酒。 口感轻烈,回味绵长,不错。 酒是好酒,带着青梅的香气,很解腻,而且也不烈, 虽比不得天子笑得香醇浓烈,但却别有一番风味。 舞坛,够吗? 蓝莹在柜台上放下一钉银子。 够了够了。 店主人笑得像朵花,捧出了舞坛丰好的青梅酒。 这些钱,别说是舞坛,买十坛都绰绰有余了。 蓝莹把酒装进乾坤袋后,带着几个小朋友去了之前约定好的饭馆。 几个小朋友虽然吃惊,但却什么也不敢多说, 只是愣愣地望着蓝莹的背影。 客官要吃点什么? 小二拿着放在肩上的毛巾,麻利地擦干净桌子。 蓝莹带着一众小杯做好后说,店里的招牌菜,都来一份吧。 然后自顾自地从乾坤袋中取出了青梅酒。 好嘞,客官,您稍等,菜马上好。 小二陪着笑,你先拿两个碗来。 蓝莹冲小二说了句,然后似笑非笑地盯着蓝莹怡几人。 众小辈被蓝莹盯得心里发毛。 有没有喝过酒? 没。 几个孩子齐齐摇头。 蓝莹离他们做得更近了些,压低声音道, 待会儿私追来之后,我们就让他喝酒。 莹,他要是不肯喝的话,你就陪着他一起。 话音刚落,私追便进了饭店,向他们走来。 蓝莹笑意更甚,盯着私追私追而,坐。 私追不解,向左右看了看,并未察觉有何异样,便疑惑着坐了下来。 蓝莹将酒开了,往两个碗里倒了很少的一点,分别推向了私追和景仪。 尝尝。 这是什么? 私追还不明情况。 青梅酒,很好喝的。 酒? 姑姑,云身不知处敬酒的。 私追一脸严肃认真,活像个小板的蓝战。 蓝莹有些无语,明明孩子是自己带大的,为什么和自己一点也不像呢? 这里是云身不知处吗? 蓝莹一手撑着下巴,并用另一只手给自己斟了一杯酒,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口喝尽。 兄长和旺鸡都喝过,你们怕什么? 泽吴君和韩光君都喝过。 众少年感到不可思议。 当然了,蓝莹摸了摸蓝景仪的脑袋。 只有小孩子才不用喝酒。 你们现在是小,可谁又能永远是小孩子呢? 蓝景仪撇了撇嘴仍是不能理解。 有些酒并不是不想喝,就可以不喝的。 兄长他是宗主,有些场合,不得不喝。 你们呀,赶紧学着喝吧,不然真到了不得不喝的时候,那该怎么办? 我偷偷告诉你们啊,兄长喝酒会把酒用金丹之力排出体外,所以不会醉,但忘记喝醉过。 蓝莹又喝了一杯,这些都不是重点,重点是这里又不是云身不知处。 没人罚你们,赶紧喝了。 说着又给自己倒了一杯。 丝追和景仪互相干瞪着。 蓝景仪一狠心,说,喝就喝,谁怕谁。 说完端起碗一口引进,蓝莹欣慰地看着她点了点头。 丝追见景仪喝了,于是也端起碗小口小口地喝完了碗中的酒。 怎么样? 还行,还挺好喝的。 姑姑能不能给我再倒点? 蓝莹笑给蓝景仪道了些问其余的人,你们要喝吗? 几个少年见景仪捧着碗陶醉的样子,然后面面相去,举棋不定。 蓝莹见他们犹豫,便向小二喊,再拿几个碗来。 很多事情,如果在想做与不想做的边缘上徘徊时,就需要别人推一把,这样事情才能做成。 这群孩子其实想喝,但又不敢喝。 拿碗来,这样便只能喝了。 蓝家家归森严。 这些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们被压抑着天性,也太可怜了。 也许他们并不想这样,所以蓝莹就善解仁义地帮他们一把,让他们冲破束缚,做真实的自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